据环球网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9日消息 台北驻德代表谢志伟近日接受采访时 呼吁德联邦议院议长访台 对此 德国外交部发议人沙瑟巴尔表示 在意中政策的框架下 德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 这名发议人还称 包括联邦议院议长在内 德国政界有7个人的职位设计主权 他们与台湾没有接触 对此 有道内网友讽刺道 民进党就是惹火上身 自讨没趣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北驻德代表谢志伟近日接受 德美专访时喊话德国政府高层 克服心理障碍访台 据报道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 及友台小组的一些议员 酝酿在10月组团访台 台湾中央社称 谢志伟声称 他不期望德国总理或外长访台 但联邦议院议长代表人民 且无需听令与政府 因此 他建议联邦议院议长贝贝尔巴斯 可率团访台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对此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沙瑟巴尔表示 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 德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 报道还称 沙瑟不愿评论 个别议员的访台计划 但这名发言人表示 德国总统 联邦议院议长 总理 联邦参议员 参议长 外长 国防部长 和联邦宪法法院院长等 七人的职位 由于涉及主权 与台湾没有接触 联合新闻网 新头科等多家台美 转载了台湾中央社这篇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 九日 一篇关于几名 德国议员计划 十月访台的报道称 德联邦议院已明确表示 议长巴斯没有出访计划 报道也提到 德国外交部 一名发言人表示 德国和台当局之间 没有政府最高层代表的接触 这包括德国联邦议院议长 针对谢志伟的喊话 和德国外交部的回应 有岛内网友讽刺道 民进党就是惹火上身 自讨没趣 有网友认为 谢志伟唯恐天下不乱 也有网友说 丢人现眼 还有网友说 丢脸也不是第一次